我们党和政府的知识率到达95% 是世界国国之首 长国分内外,实话要实说 Hello,大家好,我是红帽科学理员 新加坡香港里拉会议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 美中防长会晤的时候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与此同时,中共学者近期一番奇葩说惹了网友 中俄之间的气氛也有些不对路 在这个问题上,普京被中共将作一军 六四到来之際,长国内不出所料的又掀起了维稳潮 北京可以说如临大敌 江苏发生蟹人血案,背后原因令人唏嘘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令人甚幽 而中共的恶梦也将因此而产生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本月2日到4日,2023年到第20届 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 这两天,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都在中美两国防长在新加坡的会晤上 因为在本月29日,中共刚刚拒绝了 未放关于两个防长在香格里拉国防会议 期间举行会谈的要求 那么,等这两个人再会面时,中共如何应对这个尴尬局面 自然就成了各个媒体关注的热点 有外媒报道说,在曼宴开始之前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先行进入到会场 与其他出席人士交谈 仍然被美国制裁下的中共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李常福即在几分钟后抵达 随后,奥斯丁向李常福打个招呼,致议 李常福一直保持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但两人并未多做交谈 紧接着,奥斯丁走回了座位 与其他在场人员交谈 这两个人虽然同错主场 但中间隔了好几个座位 美中防长的冷淡互动 也反映了双方关系的现况 一直以来,中共吞并台湾的野心 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看得出美方这边是不吃中共威胁洞壳那一套 而在对话之前 战狼们的野心又展现在国际社会的面前 一日那天,李常福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雄举行会谈 当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李常福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因此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同时决不允许民进党协洋谋督 外部势力以台制化 李常福还叫嚣 中国必须统一,亦必然统一 与此同时 在台湾问题上主张武统 而知名的中国大陆社会学家 鹰派学者李毅 近期的一直画 又将中共的毛恥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在人类历史上根本是小菜一碟 等同于美国内战而已 李毅说 如果统一台湾不用死一个人 当然好 但如果因为打台湾要死1.4亿的人 也是常态 因为1.4亿人的牺牲 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碟小菜 等同于美国内战而矣 李毅解释说 美国内战打了三年 在战场上有73万人死亡 如果算上平民 伤亡数可能达到了三百万 一个人口三千万人的国家 为了统一台湾 如果中国死了1.4亿的人 以这个比例来看 14亿人口的中国 死1.4亿并不稀奇 看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人失去了 网友也纷纷留言说 这个李毅发表的言论丧心病狂 鼓吹战争的人 都不是要上战场的人 也有网友说 满嘴跑火车的异货 让他顶在第一火线前 接下来我们看看 中国航班刻意地避开俄罗斯领空的消息 5月初的时候 美国终于同意增加往返美中的航班 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美国运输部门5月3日表示 将每周往返美国的中国航班 由8趟增加到12趟 这个与中国先前已经批准的半次数量相同 然而 飞航追踪网快速会显示 一改常态的是 这些航班无不避开俄罗斯领空 看到这里我再想 美国在批准增加4次航班的同时 有没有向中共提出什么条件呢 比如同样避开俄罗斯领空 不过 美国负责航空和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 佩特·崇克说 拒绝回答相关的条件问题 佩特·崇克表示 美中航班逐渐增加到互开12条 是合理且有节制的步调 与新冠疫情爆发前相比 目前航班数量还很少 双方肯定都对逐渐推动恢复班次感到兴趣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也没有透露相关的信息 不过他通过电邮声明表示 直航对于增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互访 至关重要 我们希望恢复更多的航班 将有利于两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和贸易 早起2月份 就有两名美国参议员曾经敦促拜登政府 停止中国航空公司在美国航线上飞越俄罗斯 当时美国航空公司的代表支持了参议员的推动 并指出业界长期以来对飞越俄罗斯抱有担忧 在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4周年来临之際 中共当局高度戒备又开始搞流民维稳 有媒体披露 曾报道过六四的资深媒体人 和独立专栏作家高远女士 在昨天被国宝带往河南旅游 一周之后才返回北京家中 曾到天安门广场劝花 以纪念开朗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 胡耀邦的胡佳 也在近日被国宝带往河北张家口度假区 与此同时 近两周以来 遭住在北京宋庄画家村的709案律师李和平 和家人遭到驱赶 上年居住在北京宋庄的二议艺术家 八九学朝 袁贵州大学高智联主席桂枫 也在前两周被要求回员直地贵州尊业 桂枫的朋友表示 作为仍在中国大陆八九学运参与者 和袁贵州高校学朝领导者桂枫 一直强调 绝不接受血声镇压和平请愈的学生 和无辜市民的中共当局 对六四的任何所谓平反 他认为 动用坦克碾压 开张掃射民众和学生的中共 只有认罪悔罪和还原真相 求得六四受害者两解 才有可能解决这一历史问题 更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是 二号 抖音向各大网红和品牌方发布内部通知 要求在三号、四号、五号这三天 禁止发布推广评论 转发严禁出现 点蜡烛、坦克、老照片等元素 并且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都不能敏感数字 我就知道中共又使出了往年的一贯手段 相比于消息封锁的场内 以及香港国安法治下的香港 台湾早已刮起了一阵《勉怀之风》 自从6月2日起 一部以天安门母亲为主角的香港舞台剧 5月35日连演六场 台湾主演剧团创办人钟伯渊说 该剧反映的是 中共如何在这34年来 撥灭和洗白有关六四的记忆 他希望透过这部舞台剧 《勉怀六四》同时更让观众认称 中共对人权的威胁不分对象 无所不在 与此同时 继香港的一座天安门纪念馆 在2021年6月关闭之后 海外活动人士本周 在纽约重新开放了 一座天安门六四纪念馆 一边是正义人士被围挽 另一边是民间恶性事件频发 中国社会真是动荡不堪 5月31日晚上 江苏南通市村港中学的对面 发生了一起恶性的杀人案件 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 先后起室内 和室内杀害了一对母子 随后逃离现场 有相关视频显示 在黑衣男拿出空气 对着受害者的颈部 胸部连筒几刀的时候 被捅的白衣男子大叫 我错了我错了 但黑衣男子并没有停止行空 就短短的几秒里面 被害的男子倒起血泊之中 据知情人士透露 黑衣男子在杀害白衣男子之后 他走向室内的路上 曾经遇上白衣男子的四五岁儿子 但黑衣男子并没有刺杀这名孩子 而直接奔向室内一名女人再次行空 从网友发布的一段视频里面可以看到 房屋内一名女士倒起地上 身旁有一堂血跡 据事发地一位居民透露 被害者是一对母子 来自河南 在当地从事两三年的床上用品代加工工作 该居民还指出话 嫌疑人的行空过程只有一到两分钟 杀死两个人都没有听到受害者的呼叫 看到这里我真是起了一身鸡皮 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 能让行空者如此痛下死守 有居民称 可能是和经济糾纷有关 也有当地的网友透露 这名黑衣行空者是外地人 大概不到20岁的年纪 在之前被害者的母亲他厂里的员工 因为三千元的工资一直没有收到 走后做出极端的行为 对此网友直呼 这太暴力了 好象指示发生了口角 就直接杀人 孩子没有保护 还好没伤到 也有网友认为 社会暴力是弱的根源 还是执政能力太低 事发之后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 川港派出所拒绝回应 直到2日 官方才发出通报 中国底层老百姓生计艰难 为了区区的三千元 可以去杀人 不过说到这里 拖欠工资又让我想起 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过 在近期的一项调查中显示 经济专家将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也就是为中国公共基础设施 和房地产市场提供资金的 主要平台的债务问题 视作亚洲今年的最大金融风险 爆雷的风险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 各地方一级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 也大大增加 身处债务违约的边缘 其中贵州省省会贵阳市 内蒙古首府夫和豪特市 都曾经在官网公开发文叫苦 直言债务潜身化债困难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也发文公开财政困境 标普全球评级认为 截至去年的年底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债务总额 超过了46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2023年到期的在岸债券 约为4.3万亿 创下历史新高 而高城集团估计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23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包含各省市 设立的数千家金融公司的隐性借款 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网一号报道说 据官方和证券业者统计 今年前五个月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总额累计达人民币三兆五千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6% 也就是说 还在不断地加速借钱 借新债还购债 外基证券经济学家表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 常债能力很弱 而且似乎依赖新的融资利常债 这样将加剧作违约风险 更有专家分析 违约可能导致公开交易的债券变质 从而产生金融风险 进一步拖累本意低迷的经济 另有中国国家统计局 最近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显示 在16岁至24岁人口失业率部分 创下2018年统计以来的最高峰 20.4% 这代表五名青年里面就有一个人 处于未就学、未就业的失业状态 较2018年4月的10.1% 呈倍数增长 由于劳动率的下降 除了影响经济消费之外 这些千万的失业者 如果变成了粉青 即是北京的一大噩梦 习近平曾在一封给大学生的信里 鼓励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走进乡土 要青年人自走苦吃 对这个问题 联想到起没多久之前发生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香港生理器基金会专家卡布利认为 如果说白纸运动揭示了什么 那就是中国城市大量愤怒 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 可能会为中共带来重大的问题 朋友们你怎样看呢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你订阅转发 以及在留言区和我们互动 也欢迎向我们爆料 透视长国内外 气说民生百态 朋友们 红马俠和你下期再见